我们的杀球怎么样让这个球速提升到极致 怎么样要我们的杀球威力 让你的对手根本都看不到球 这就是我们杀球的最重要的发力模式 也是很多球会有一个误区的重要点 就是你们会觉得我们的杀球要想杀得特别重 杀得特别快 一定要用特别大的力量才可以做到 但是当你特别想用力的时候 你的手臂会怎么 手臂会变得特别紧 你无论怎么会拍 他都没回溯了 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放松边甩 放松边甩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臂当作是鞭子三节 大臂第一节 小臂第二节 手腕手指第三节 在发力的时候 我们不是同时向下走 因为最终发力的点是我们的手指 我们需要在手腕手指发力之前 给到一个惯性 惯性越强 手腕手指抓紧的这一瞬间 挥出来的挥速就越快 所以在发力的时候 加好拍子之后 先用大臂向前板 小臂保持放松 给上第一个关心 形成自然引拍 拉开我们的发力空间 然后小臂再顺着关心 再向前板 给上第二个关心 这时候 要我们的拍子 还是保证一个引拍的状态 这时候已经有两个关心了 然后呢 我们的手腕手指就可以顺着非常强的双方性 手指瞬间抓紧 将拍变转正 然后将我们的力量在转正 击球的这一瞬间 爆发出去 这下就可以让我们的挥速提升到极致 让我们的球速提升到极致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特别用力 特别难杀 好 特别放松的手 大臂小臂 抓紧这 大臂小臂 抓紧这 这手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杀球 每一个的挥速都特别快了 能不能 这就是我们的杀球的发力气